剛剛講到的就是說,像ETtoday 其實我之前做的時候,它的板塊就不是長這樣 那當然一些網站,它一段時間會改版 可是也沒有常常改版,就是說偶爾會改一下 如果改版的話,變成說你那個板塊名稱就不一樣 那不一樣,當然你就勢必怎麼樣 就變成要改名稱了 所以有的時候最好是可不可以有一套比較靈活的一個 類似範本,或者是一個方法 然後將來反正不管說它的網頁怎麼去變更 那我就可以很快的去把程式稍微修改一下 我可以抓到我想要的資料 那其中的話當然,如果今天我剛剛提到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把娛樂八卦通 我可能不要了,我要抓一個社會焦點新聞的話 換一下,那再怎麼辦呢?其實也很簡單,按右鍵檢查一下嘛 所以以後換沒關係 但是你要知道換了哪些地方的程式嘛 它也一樣可以幫你把資料給抓回來 那你可以發現,如果你按滑指右鍵之後的話 它得到的結果 它這個區塊呢,它放在一個class名稱 叫做什麼part什麼pictex什麼9 可是這個名稱好像蠻熟悉的耶 剛剛好像是不是看過 所以其實你把它點兩下之後,Ctrl C 所以我的習慣呢就是說 如果有一樣的名稱 那我是不是可以從裡面找到是不是有幾個 因為剛剛我們這個程式碼裡面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程式碼裡面的話呢 我們在這個後面其實是有加一個什麼呢 加一個小瓜糊0 那0的話我講過 因為這個名稱可能不只一個 那我要的是第一個 那剛好娛樂八卦好像就是放第一個 所以如果這個我想 我猜它應該是第二個吧 我不確定啦 所以Ctrl F 不,跟著一下 應該在這個地方Ctrl F 它一定要在這裡面出現 不是在上面出現 上面出現這個是找 那個網頁裡面的東西 中間出現這個的話 是找什麼 找這個原始碼裡面的東西 所以Ctrl F OK 所以這邊這個蠻好用的 Ctrl F 然後找什麼 找剛剛你要找的這一串 那可以看到 得到結果 它這個總共有12個這個板塊名稱 不過 可能要注意一下 它這個好像是註解裡面 所以12個裡面呢 如果你要比較精確的話 我建議前後再加雙引號 等一下 前後再加一個雙引號 好像會比較能夠避開 對 如果前後再加一個雙引號的話 那就可以避開那個註解裡面那個名稱 那你可以發現 總共應該有四個 哪四個 第一個在哪裡 不是 這個是第二個 第一個就八卦版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應該是社會的 那第三個的話就下面 第四個 這個區塊叫什麼 熱門的 所以它總共呢 好像分成三個 算是三個區塊吧 第一個區塊是娛樂八卦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才是社會 第三個呢 就是熱門 熱門其實分兩塊 一個左邊 一個右邊 所以理論上 它雖然說 這個class名稱有四個 但實際上後面兩個是熱門新聞 不過它這樣放好奇怪喔 以前好像娛樂八卦都放在下面比較多 現在反而娛樂八卦放上面 新聞媒體 真的有點好像本末倒置了 OK 好像 所以現在看新聞感覺好像就在 比較不太像以前 那個 可以全部盡信 全部都要相信 有些感覺好像 越來越像娛樂新聞 有些新聞都被 所以如果我假設希望得到的是這一塊的話 有沒有 社會焦點的話 那怎麼改 其實非常簡單 只要改一個地方 其實就改完了 哪個地方呢 就是把怎麼樣 把應該是這個數字 本來是零 零的話應該是娛樂八卦 你把它改成多少 改成一的話 應該就是社會焦點 所以如果假設我把希望能夠 換成這個社會焦點的話 那理論上呢 就把這一個DIV的名稱改 所以實際上 假如說我今天用那個 GateElementByCashName 這個名稱的話 理論上得到這個DIV 它應該裡面會有四個東西 編號一定是0到3 OK 好 那我就取得社會焦點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呢 分別把它執行 其實它應該不用改了 執行一下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啦 因為我用的是那個IE物件 所以它跑的時候會稍微慢一點點 這是可以理解的 那得到的結果是我們要的呢 看一下 這個是TDR 好 爭議未解 這個嘛 最後是飛彈尋房間這個 什麼 女士官倫 奇怪 每次 這個新聞一定要報這種 什麼新三色的這個 好像才是新聞 算了 而且我發現現在好像一定都要把新聞寫得一定要很聰動 反而就是你不聰動的話還沒人看喔 那最近剛好有一個YouTuber 他就在罵那個媒體的某一個記者 把他寫得很糟糕 因為他其實沒有講過的話 他被斷章取義 當然我也深有同感 因為之前呢 只要記者來採訪我 然後採訪完之後的結果 都跟我原來想要講的完全不一樣 他都挑他想要報導的 比如說他問人家什麼 問人家的薪資酬勞 他覺得這個薪資很有報導價值 OK 所以他就特別把那個報導價值 把它寫出來 然後呢就引起大家的討論 他好像就是要引起人家的討論 所以一定要很聰動 標題要下得很讓人家覺得 怎麼講 好像覺得應該這個是有看頭的 他才會特別想要報導 OK 那所以呢 我們剛剛主要就是改了一個這個地方 有沒有 把那個我們的所影值 就是改成1的話 那就會得到的是不同的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頁面裡面總共有 應該是40個吧 包含就是什麼 娛樂八卦到社會焦點 一直到熱門 熱門新聞 全部都取出來的話 那當然呢 如果你假設4個板塊都要的話 那你變成說你必須要先寫一個 也是一樣回圈 有沒有回圈範圍的話一定要0到3 然後呢你先取第一個 然後把它取出來之後 把裡面的資料取回來 然後再換下一個 那這樣的話呢 裡面的40則新聞 當然也就可以全部取回來了 所以最後有一個練習 請各位試著做做看 如果出個題目給大家 我希望請你把這邊總共有4個這個板塊 有沒有 那4個板塊 一個板塊裡面就是10則新聞 那如果我希望得到的爬蟲結果是 請你把這個4個板塊裡面的40則新聞呢 全部通通抓下來 並且列在Excel裡面 那得到的結果呢 就不是只有什麼 不是只有這樣喔 而是應該剛剛的八卦 有沒有10個 然後社會焦點10個 再來就是熱門新聞20個 那這個另外怎麼做 那你說 其實如果你不會寫回圈的話 當然比較笨的方法怎麼樣 就是 該不會什麼 Ctrl C一個有沒有 然後呢 直接到上面貼一次 貼一次呢 這個是第一個 這邊把它改成0 抓第一個 然後呢 再貼一個 這邊改成1 那抓第二個 那再貼 改成2 改成3 一樣 可是問題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 裡面就只有一個東西變動 所以你只要把那個東西改成一個回圈 這樣就OK了 那只是說啦 底下已經有個回圈 變成你要在外面再包一個回圈 裡面變兩重回圈 難度比較高一些 不過如果你寫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應該是OK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如果我最後呢 我希望就是 把ET Today裡面的所有最新的焦點新聞 40個 40折新聞全部一網打盡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OK 試試看好了 可以在上面先加一個回圈 那回圈因為這邊 i已經用掉了 所以我的習慣就是怎麼樣 直接加一個TAB鍵 在上面打兩個ENTER 然後呢 FOLD 不能用I喔 那用J好了 等於什麼呢 0到3 ENTER兩下打一個Next 那我的習慣是 頭尾都打完之後 然後把這一串中間的東西 要重複跑的有沒有 不要複製貼 放在這個回圈裡面 然後另外的話建議 先縮排一下 意思就是在這個裡面跑 那接下來你就直接把什麼 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J就可以了 有沒有 所以他會跑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跑完OK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可能要解決 什麼問題 這個裂號 因為這個裂號的話呢 他每一次 他 這個裂號會不會不一樣 他應該裂號不一樣喔 所以呢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 我看一下 如果現在這樣跑 應該會翻問題才對 得到的就不會是整齊的結果 我看一下 我不確定 OK 我不確定你可以跑跑看 不過我是建議 這邊可以設個中斷點 結果會不會是 結果是不是你要的啦 那 如果假設說他的裂號不對的話 那我建議 他好像一直都跑在上面 他會一直蓋過去啦 所以呢 如果假設你要把這個裂號變更的話 我想到的方法 最簡單乾脆 我就不要用那個 就是用I去計算得到的結果 而另外 而是怎麼樣 另外我乾脆 產生一個變數 叫K好了 那K的話 指的就是我將來要放的裂號 很簡單嘛 我K預設值等於2嘛 那我就把這個地方放過來 這個地方就是直接很簡單 就是另外再產生一個變數 用K來決定放在哪一列 那只要加一個K 他初始值一定是放在2 為什麼2 因為放在第二列開始 然後呢 後面就很簡單 K等於什麼 K加1 2 1 2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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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K 理論上我跑跑看 理論應該OK 執行一下 一樣就把資料先抓下來 然後再決定說他放在哪裡 有沒有 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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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往下放了 這樣的話理論上應該是OK的 Ctrl向下 不過好像會少一個標題的樣子 底下應該理論上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好那所以我們最後來得到一個結論 我剛剛到底改了哪些地方 來看一下 1 我先在上面寫一個for回圈 4j 你不能用i喔 i名稱一樣不行 所以用4j 然後nest OK 把這個程式搬到裡面縮排 再來的話因為這個列號 將來如果你假設用i 他會不斷蓋過去 他一直都在那個範圍不對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我乾脆不要再用i除以2那個 那個公式 我乾脆另外起一個變數好了 當然啦如果你想得出來有一個更簡單的i可以讓他變化的話 其實另外一個寫法就是這個nest下面 可以記入i的位置 然後再把它 不過這個我覺得有點麻煩 算了還是不如最簡單的方法 還是用k 因為k以前我們很多地方都寫過 有沒有 你會發現這個k喔 他既簡單 又好記 邏輯反正就是這個k為什麼等於2 因為我從第2列開始放 有沒有 所以這個k是寫在這裡 那後面為什麼k等於k加1 因為我後面要往下放 所以把它加了1之後有沒有 再存回去的意思 所以呢 2加了1之後變3 意思類推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就可以把所有的標題都都抓下來 而且把它放在旁邊的 ok 所以今天的話 理論上我們就延續 上個禮拜的那個 練習 所以如果你對於今天的練習 不太熟悉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上個禮拜的 內容再稍微複習一下 然後呢 我們是拿上個禮拜的範本拿來 把它直接延伸的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其實 重新寫的程式很少 大部分都貼的啦 那只是說你要知道改哪裡 這個蠻關鍵的 其實沒有太多程式嘛 那剩下來的話 就是你要多練習 所以今天我們主要是 練習了兩個新聞網 有沒有 如果你真的 你想要 做一點輿情分析的話 真的你可以抓不完的新聞 因為新聞網 太多了 你可以 找找看 OK 畫面最後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話時間好像也差不多 不然我們今天的話 就先講到這裡 那下一個禮拜的話呢 我們再來找其他的那個 網站 來試著爬爬看 如果每一個網站都可以各個擊破的話 那以後簡單太多了 其實這些範例 跟我講以前我用Python來爬的 我覺得Python爬跟這個爬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沒什麼不一樣 只是換個語言表達 可是我表達我發現 反而IE物件 如果跟那個Python的Slinear比起來 IE物件簡單太多了 不需要設定任何東西 OK 所以 我覺得這個 沒有 比較不好用 我反而覺得 比較好用 直接資料就在ESale 光這一點就贏了 OK 請各位 把那個 今天講的再練習看看 你會從哪啊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